高雄捷運RK1鋼山車站西基地土地開發案 評選結果出爐 確定由達利建設得標 投資總金額上看27億元 預計打撈出鋼山在地的新地標 帶動周邊商圈的更新與發展 它已經完成評選的過程 那其實大家的規劃內容 其實都非常的有創意 非常的優質提案內容 那譬如說有分購的型態 那也有供購的這樣型態 那最後當然是由達利建設 來獲得勝出去的這個投資權 新開發的西基地 具有山鐵公共的區域優勢 預計興建地下四層 地上二十三層的駐商綜合大樓 未來將會引進店鋪 住宅健身中心 以及公投中心等設施 期望開發案有外溢的效果 重新打造鋼山在地的 新的車站商圈 這個部分我們期待 跟最後申請人 後續展開更緊密的合作 那為鋼山地區能夠 創造更好的一個地標型的建築 那我們也期待說 會有帶來一個 戰前商圈形塑的一個外溢效果 這也就是所謂TOD 推動TOD政策 最主要的政策目的考量 這也是高雄捷運沿線 第一個山鐵公共的聯合開發案 緊鄰台鐵捷運 以及車站轉運站 交通相當的便捷 預計有萬位岡山注入新的人潮 目前我們的連開案件 包含已經工程 工程進行中的歐式案 那還有簽約的這個歐式山 歐式 以及今天所探討的這個RK-1 在四個案件裡面 RK-1西基地 這個案件是目前第一個 具有三鐵共構題材的聯開標的 那它當然也是北高雄 大北高雄地區第一個聯開案 岡山捷運的延伸歷經多年 終於預計在今年6月完工啟用 為高潔北岩打下第一個里程碑 帶動了車站周邊發展 也為在地帶來新的願景 記者團軍高雄報導